他说他从韩国来的人给我来句话 他是黑社会的 他是日本张口组 不服试试呗 现在首先要出场的这是来自韩国的金再勋 金再勋这个选手呢 他是1米80的身高120公斤的体重 1989年10月18号出生的选手 这是他的第二场综合格斗赛事 上一场比赛的是失利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南兴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家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苦身壮阳 严实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993200 来自中国的选手奥尔格勒 也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小伙子 尔格勒呢 目前就读于西安体学院 95年3月6号出生的年轻选手 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也是他的第二场综合格斗赛事 上一场比赛呢 仅用7秒的时间 就将对手击败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 是重拳重腿的一个较量 今天的尔格勒的父亲 也来到了比赛的现场 穿着蒙古袍 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尔格勒 也是带了一个蒙古族男子 经常戴着这样一个帽子 尔格勒的体重是达到了148公斤 比对方整整重了28公斤 另外在身高上呢 也是比对方高了8公分 第四场比赛 这是一场无限制级别的八强淘汰赛 我们会介绍两位参赛选手 各位先生 and gentlemen The Openweight Tournament continues here at row FC27 Let's meet the fighters in the Openweight Tournament quarterfinal 欢迎讨论着 Bakasoot 6.7步驟,代表出国拖战,来自西安体学院,红帮选手,阿尔玉德郎! 阿尔玉德郎! 本场比赛分为3分,每集5分钟,给您介绍主台判。 好,接下来比赛马上开始。 这场比赛是争夺的一个8强战的比赛,所以打三个会合。 RODEFC比赛也是一个全年性的联赛赛制。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是RODEFC,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 好,比赛开始。 但是,无差级的比赛可以说是极具观赏性,因为选手的拳腿太重,往往就会有意外情况出现。 我刚说完啊,这第一个击倒就出现了。 阿尔格勒,看看抓住机会,能不能迅速决断,结束比赛。 连续的重拳。 裁判终止比赛了。 RODEFC摸不住啊。 哈哈。 阿尔格勒打疯了。 哇,这拳太重了,我们看到现在。 金载勋都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 赛前我们就讲过这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重拳之间的对决。 但是没有想到打得这么火爆。 而且阿尔格勒完全是控制不住自己。 这裁判已经是一个,快乐很大的一个裁判了。 在背后按都按不住他。 两战全胜,两次KO。 上一场比赛是7秒。 这个拳头确实是太重了。 。 上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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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看到阿尔格勒的这个速度啊, 确实跟他这148公斤的体重真的是不匹配。 美啊。 谢谢大家